大家好,我是Rachel妈妈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谢有玉拌粉的发明 无论你是烘焙新手还是没时间准备材料 玉拌粉都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哦 今天呢,Rachel妈妈要使用美国品牌Pillsbury的两款玉拌粉 来制作道地美式经典甜点Brewkies美式饼干布朗尼 饼干跟布朗尼的口感一次满足你 今天我要使用Pillsbury的美式饼干和布朗尼玉拌粉 以及额外的食材,在开头就分享试谱哦 我要先来做布朗尼的部分 先将粉、植物油、牛奶及鸡蛋倒入同一锅里 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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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糊拌好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布朗尼面糊准备工作完成了 有没有很快速呢 那接着来做美式软饼干的部分 将粉、切块的室温奶油及蛋倒入同一锅 然后用手持电动打蛋器将食材混合均匀 这样打成饼干面团就可以了 一样超快速就完成了 现在就将两者组合在一起 我使用的是26×26公分的方形模 那我先将布朗尼面糊倒进去 然后将四周抹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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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來就是用湯汁瓦餅乾麵糰鋪蓋在上方 這裡就請隨意且不規則的擺放 這時稍微用竹籤壓一壓且隨意的擴散它們 讓餅乾麵糰和Browny麵糊有很好的結合 最後就是直接放入預熱好的烤箱 用攝氏180度烤35-40分鐘 或是直到竹籤插進去不會有麵糊在捏為止 烤好了先放架上帶涼 光看表面就知道烤得酥酥的一定很好吃 其實放到一點微溫的時候就可以脫膜囉 最後依照個人的喜好來切塊 沒事餅乾布朗尼是屬於常溫甜點 所以放入保鮮盒後可以直接放置在室溫保存 最佳的品嘗期建議是三天 當然呢你也可以放冷藏保存 冰冰的吃也會很好吃 最佳品嘗期大概三到五天左右 放冷凍保存呢至少可以保存一個月 要吃拿出來退冰就可以了 Brookies外酥內軟又嚼勁 雖然很甜熱量又高 偶爾吃一吃真的不要太擔心是否變胖的一律 開心才重要囉 你們也可以搭配無糖鷹片來綜合甜膩感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並且留言告訴我 未來還想持續收到瑞秋媽的食譜 就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加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專頁哦 我們下回見